有民众到台中大理运动中心游泳 没想到按摩池水面出现了黄色泡泡之外 池底还有黄垢 让他质疑卫生环境不佳 还有网友指出连女性淋浴间都没有打扫干净 底上都是头发 日前台中市府为了庆祝林阳佩奥运夺金 开放8月8号到11号总共4天的时间 民众可以免费入场使用市区内的运动中心 没想到却传出了卫生疑虑 你脚踩在下面都会有沙子 实际回到现场天天来运动的民众也说 那几天按摩池内有出现不明泡沫 池底也有泥沙颗粒 比平常大概多五成左右 对因为平常的话大概入场的状况 会是落在200到300左右 但是其实到8月8号到8月11号 今天早上就已经来到了500到600左右 对此运动中心回应 因为免费入场期间 进场人数比平常多出了五成 有些人没有淋浴就下水 加上过滤不及就出现了黄色泡沫 他们强调当下有加强过滤 以及清扫的次数 只是开放免费 人潮突然爆满 打扫的力度赶不上入场的人流情形 运动局也回应将会检讨相关的SOP 避免再出现这种状况 TVBS新闻黄军两百一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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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